一口气看完东陵大盗孙殿英的一生 1889年 孙殿英出生于金河南永城市 其父孙玉林是乡间有名的地匹无赖 因与人斗殴 打人至死而入狱 后死于狱中 1896年 孙殿英染上了天花 后来虽然活了下来 脸上却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坑 人称孙大麻子 1897年 孙殿英母亲节衣缩食地送他去私塾读书 然而他却常与同学斗殴 有一次犯错 遭到老师的惩罚 孙殿英一气之下 一把火烧了学堂 辍学回家 1910年 孙殿英辍学后 开始闯荡江湖 他广结流氓恶棍 开设赌局 坑遍钱财 慢慢地积累了一些财富和人脉 1913年 孙殿英投靠了 与兮土匪张志工 不久 孙殿英又随张志工 招安为镇松军 在这期间 孙殿英利用职务之变 挪用酷银来走私鸦片 谋取暴力 为了掩护范运鸦片 孙殿英利用 在玉西颇有影响的庙道会 来发育鸦片 并很快成为 庙道会会首 1922年 无配不率直系军队 进驻与兮后 下令所有烟馆 一律关闭 贩卖鸦片的头目 也一律捉拿归案 孙殿英被迫带着 庙道会道徒 投靠了玉西镇首使丁香灵 丁香灵十分看重孙殿英 任命他为副官 1924年 第二次直凤战争爆发后 职军将领丁香灵 奉命北上抵抗凤军 孙殿英利用这个机会 独立山头 成为土匪头子 并搜罗教匪 扩充队伍 很快就有了数千人马 1925年 玉闪甘剿剿副总司令 韩玉昆 与国民军胡锦一步 爆发大战 孙殿英步随之被 韩玉昆收编 过久 韩玉昆战败自杀 孙殿英便率部 流窜至山东 同年 孙殿英来到山东后 被凤系军阀张宗昌 收编为第五师师长 1927年 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 北伐北洋军阀 孙殿英被张宗昌 派往预备 与国民革命军交战 结果 孙殿英战败 溃退至河北马南域一带 1928年 蒋介石发动二次北伐 此战 在凤系军阀张作霖 和张宗昌战败后 孙殿英随即一起拥奖 被蒋介石收编为 国民军第十二军军长 驻防河北马南域 同年 孙殿英为了筹措军费 盗掘了河北青东陵中 慈禧和乾隆的陵墓 掘墓盗宝被发现后 轰动全国 孙殿英为逃脱罪责 到处活动行贿 他托代曆 将所到物品中 最为宝贵的九龙宝剑 送给了蒋介石 将慈禧口中含的那颗宝珠 送给了宋美龄 并将价值五十万元的黄金 又送给了阎西山 此时的孙殿英 已有两万多人马 深得阎西山的器重 最后此案不了了之 孙殿英逍遥法败 未受任何惩处 1930年 孙殿英叛奖投言 随严西山和冯玉祥 对蒋介石发动中原大战 结果 孙殿英被蒋介石的军队击败 逃往黄河 同年 坐山关斧斗的张学良 率军入关支持蒋介石 致使冯玉祥和严西山战败 孙殿英随即右 投靠了张学良 被张学良改变为四十师师长 1933年 在918事变后 日军右向热河发动进攻 孙殿英奉章学良之命 率不持援热河 此战 孙殿英在持风 阻击了日军七昼夜 最终战败撤退 但此战 为孙殿英打出了影响力 是其一生的高光时刻 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后 孙殿英担任纪北保安司令 负责在河北与日军作战 1943年 日军调集二十万兵力 扫荡太庞山区 孙殿英的皇帝 被日军四面包围 最后 被包围的孙殿英 率部投降日军 从此 孙殿英当了汉奸 并配合日军 多次和我军作战 1945年 日口投降后 孙殿英又向蒋介石投诚 摇身一变成为 国民党先前军 内战爆发后 孙殿英率部驻防汤英 积极地为蒋介石 打内战卖力 1947年 人民解放军进攻汤英 孙殿英率部顽固巨手 但最终战外被逃 同年 孙殿英在狱中病治 终年58岁